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戴着眼镜几乎完全素颜 俨然已经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从此 荧幕上少了一对金童玉女 而世上多了一对凡夫俗期 当时年仅21岁的山口百会 宣布嫁给三浦友和 并就此退出娱乐圈 震惊一时 彼时的他事业正如日中天 却放下一切急流勇退 此后几十年信守承诺绝不复出 甘当三浦友和背后的女人 两人结婚后 长子三浦又太郎出生 第二年 次子三浦贵大出生 从侧颜来看 三浦又太郎长得和父亲三浦友和有几分相似 正面照的话 三浦又太郎长得就有几分 向母亲山口百会 山口百会的小儿子叫做三浦贵大 和哥哥相比 她的颜值要更普通一些 三浦贵大侧颜有些像妈妈 另外 媒体曾曝光 隐退多年的山口百会终于升级当奶奶了 据悉 山口百会的大儿媳 木野游依 曾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透露自己平安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初为人母的她 显然特别兴奋 不仅发文感谢一路守护 支持她的家人以及粉丝朋友 还激情满满地表示 要真心女儿每一个重要瞬间 此外 木野游依还晒出了女儿的照片 镜头中 她轻轻地握住宝宝粉嫩的小脚 外面十分温馨 据媒体透露 因为是第一次当奶奶 山口百会也做足了准备 去年春天 三浦家便开始大兴土木 山口百会将自己和三浦友和居住了多年的两层别墅 再度翻新装修 而她这么做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大儿子三浦又太郎 想和妻子返回老家 与父母一块居住 再加上鄙视儿媳已经怀孕 考虑比较长远的山口百会 自然希望孙儿出生后能有更好的居住环境 所以除了装修老宅外 山口百会还通过短信 向儿媳传授育儿心得 令儿媳倍感安心 同时山口百会还特意盯住儿子 无论是家务还是育儿责任 夫妻俩都应该一起承担 就像她父亲三婆友和当年一样 千万不要有家务 全由女性负责的传统思想 不得不说 山口百会真是一位欣喜又开明的好婆婆 说起来 山口百会的思想如此前卫 或许跟她幸福的婚姻生活有关 退圈后的她和丈夫相如以沫地度过了几十年时光 并且子女孝顺 如今又让她成功升级当奶奶 不得不说她活成了人生赢家 希望她今后的日子也能一直健康幸福 二 公腾静香和两个女儿 牧村拓哉和公腾静香的大女儿牧村新美 曾在某社交平台中做直播 而后公腾静香和牧村光西也罕见的一同露面 三人首度在直播中同框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在子子直播的前段 只有牧村新美一个人 镜头下的她打扮精致 全装出镜 胖乎乎的娃娃脸也十分可爱 牧村新美直播的时候非常鬼妈可爱 会时不时地向观众瞪眼做鬼脸 丝毫不顾自己的明星形象 在直播后期 公腾静香和牧村光西也一同出现在直播间中 看样子他们并没有提前准备 脸人都是直接素颜出镜 公腾静香较过去而言衰老了很多 镜头的她皮肤松弛 面色也有些显黄 但她本人精神状态很好 在直播间里一直微笑 并挥手和网友们打招呼 不得不说 在曾经那个年代 公腾静香的颜值非常惊艳 双眼灵动 虽然在与牧村拓栽结婚后 逐渐淡出观众视野 但关于她的消息和新闻 现在仍会受到非常多的关注 牧村拓栽的女儿 牧村光西在她的社交平台上 曾晒出与母亲 公腾静香的合影 公腾静香陪着女儿 牧村光西一起工作拍摄 超高颜值的母女量 引得网友们的关注 牧村光西与她的母亲 公腾静香靠在一起 公腾静香穿着浅蓝色的毛衣 佩戴着项链和精致的耳饰 搭配着衣服 长长的头发随意的散落在胸前 整个人看上去状态特别好 旁边的牧村光西穿着深蓝色的 无袖连衣裙 笑容甜美 一对高颜值的母女一起拍照 可谓是十分抢眼 除了晒出照片 牧村光西还晒出片场的一段视频 而视频拍摄人 正是她妈妈 公腾静香 视频中的牧村光西 身材凹凸有致 鲜长的手臂 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坠肉 这身材也着实是让人羡慕了 网友们评论说 二女儿牧村光西 神态气质上更像爸爸 牧村拓栽多一点 像极了爸爸 而她们的大女儿牧村新美 在长相上更像妈妈多一点 她们的两个女儿不仅有高颜值 还有出色的才艺与能力 先后进军娱乐圈的她们 必定会成为娱乐圈的一颗星 三 原田美之子和女儿 不知道《地狱》这部电影 大家看过吗 如果没看过 你一定在玩手机的时候 刷到过这部剧的剧照 当时肯定很多人 都被电影里的女人美到了 殊不知这个女人就是 原田美之子 地狱之后 原田美之子就彻底霸占了 人们心中对昭和时代美女的定义 因为原田美之子当时的相貌 基本上可以封神了 她在塑造电影中 这个角色的时候 出现几度 含泪欲流的画面 真心叫人心疼 只能说 原田美之子真的很会塑造人物 她的长相和角色 几乎做到了百分之百贴合 一贫一美 都让人挪不开眼睛 别看原田美之子 曾经是一位颜值 美出国的 但她曾被日本网友吐槽 是村姑脸 怎么看怎么吐 这也是在原田美之子 没有大火的时候 后来凭借演技 彻底翻身的原田美之子 终于征服了观众的心 一下子走上日本影坛的最高峰 别人年少的时候 可能还在白日做梦 但原田美之子已经拿奖拿到手软 也难怪有人会说 石乔玲娶到她 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原田美之子的老公叫石乔玲 也是一位演员 两人结婚之后 原田美之子依旧在按部就班的拍戏 只是减少了工作量 因为她又开始备孕了 后来一口气 为石乔玲生下三个孩子 算是石乔家的一名大功臣 然而原田美之子 在当妈妈之后 也没有放弃自己 梦寐以求的职业 直到2022年 还有她的新剧上线 而原田美之子的女儿 也完美继承了她的基因 变成一个大美人 也进入演艺圈开始拍戏 带着新二代标签的石乔镜和 出现在观众的视野里 毕业之后直接进入演艺圈 和父母一样开始了 自己的演艺生涯 石乔镜和曾凭借一部 星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 获得第91件日本电影 寻报奖最佳与新人奖 实力很强 很多人羡慕石乔镜和会投胎 因为优越的家庭条件 石乔镜和不必再吃原田美之子 吃过的苦 在初中的时候 就被父母送去了波士顿 大学也是在加拿大 卡尔加里就读的 学成归来已经是一位 平平欲裂的姑娘 因为一次偶然的试镜机会 她成功出演了个人作品 逆龄 一点也没有让父母失望的石乔镜和 刚出道就收获了非常多的粉丝 演技非常出色 基本每一年都有石乔镜和的作品上线 在日本 石乔镜和的人气非常高 未来肯定大有作为 后来石乔镜和凭借一部 你的鸟儿会唱歌 直接获得第28届 日本电影影评人大奖 最佳女主角 直接成为新一代影后 其实石乔镜和和原田美之子 并不是一种类型 原田美之子的美 更多的都是纯粹 干净 看上去很稚嫩 反观石乔镜和的美 没有妈妈那么温柔 倒是有十分伶俐的一面 上镜非常有气场 如果将来发展好的话 说不定会像父亲一样 闯出国门 在国外拍戏 而石乔镜和的姐姐 石乔悠和是一位创作型歌手 长得也十分漂亮 对比演戏 她更喜欢唱歌 所以她还坚持自己的喜好 虽然岁月流逝极快 原田美之子如今 已经不再年轻 但她站在镜头前 还能自信地展示脸上的皱纹 可见 变老不变老这种事 对她而言意义不大 17岁的她是她 就算到了87岁 她也还是她 因为自信的人 不管何时 都是最美的 诚然 每个时期都有层出不穷的美人 但是那些经过时光淬炼 岁月也洗不掉的风光绝代 盛世美颜 总是更让我们难忘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